已无退路 放手 我不放 你说过的 只要我们在一起 什么都不用怕 你离开这儿之后 就可以自由了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我所说的自由 是潇洒自在 逍遥时间 不是颠沛流离逃亡一生 更不会带着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累赘 这么蠢 还不懂 我说最后一次 放手 秦河 嘴上说的 不算 心里才是真话 你的心我很明白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为什么不说出来告诉我呢 没想到我如此厉害 哄得你对我如此喜爱 真心的话自然是有的 如果我不真心以心换心的话 如何换得你全心相许 但我既云河的心 从来都是给得出去 也收得过 这场欲交大局早就该结束了 骗你骗到现在 我都腻了 你还不腻吗 还不腻 那我便告诉你 我同你说的 字字句句 从未真心 你要不走死在这儿也行 反正对我而言 你的死活 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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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肚子 都一样 你还不会 还不腻了 你还不肚子 还不会 你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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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肚子 如果有来生 别太单纯 父亲说的没错 岸上却是假意 并无珍惜 但为了巴云 这个地方 从此恨我 再也别回来 忍耀我 愿回荡 季云和 你身为万花蛊护法 你知道你的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 你会怎么样吗 我再清楚不顾 我季云和的人 何时轮到你们来动手动脚 大胆 今夜可真是热闹 进脚的仙姬亲自前来 竟敢违逆本宫之令 你是想死吗 听令 那也要看听谁的令 仙姬仗着仙师之士 想要事事顺喜 但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这世间并不是 所有的事都能尽如你意 长衣的一番好意 被你恩将仇报 生生安了个罪 今日你来得正好 你欠长衣的 我来替他收回 一派胡言 姬承云 替本宫杀了他 其余人 下山去搜浇人 是 保密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我不 Estoy 好 不 坏 可是 我 阻挤 是 有 跟我 如果你 emorgen 现在 我 今夜过刺牙者 输 杀了他 给我杀了这罪徒 废物 都给我杀 好 静护法 收手吧 我知道你在为交人 争取时间 但你快撑不下去了 你 今夜我不能退 也不会退 还有谁 房间 都给我房间 包 我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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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 为什么 你跟我讨厌他站着 他为什么还不倒下来 我 死了 他终于死了 姬承宇 继续派人去搜寻娇人 不管是死是活 本宫都要将他带回去 至于纪云河 死了便死了 死了 本宫也要将他碎尸万段 错骨扬晦 九尾虎 玉领尸的身上怎么会有九尾虎的灵力 九尾虎又如何 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 来人 诛杀继云河 诛杀雕人 本宫要断其仙谷 毁其灵丹 季承宇杀了他 金承宇杀了他 你 你若敢动本宫一死也好 本宫定叫你 神行俱灭 Lunian dunian 要赞 先非先 胡非胡 有趣 你到底是何物 竟让师父提前出关 徒儿有罪 今夜之事 不必再与人说 包括如灵 那这御灵师 这等新奇之物当然留着 带回从几所 我要它成为一个秘密 是 如灵 先师有令 此犯秘密关押 消息不得走漏 另外再多派一些人 去崖下找那娇人 否则心机醒来 是要问责的 这 这 这里是先师府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了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区区娇人丢了也无妨 倒是那个新奇之物啊 颇为有趣 来 陪为师去看看 娇珠的气息已经平复 长颖 你可是安全 想不到威震思荒的仙师 竟然屈尊亲自来见我 但我还是更喜欢看到熟悉的脸 承宇上线 长颖抓到没有 未曾 我就知道 他福大命大 不会成为谁的池中鱼 龙中兽 天算何尝抵得过人算啊 你知道崖下有溪水 娇人坠崖入水 虽然有些痛苦 但总归有条生路 苦心谋划 隐忍果决 你很有趣 既然仙师已经看穿了我的布局 想必你也是喜欢谋算制 那仙师不妨来算算 我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 承宇 明日给他备些食物 药肉 你们仙师府号称 统领四海八荒的御灵师 地位尊宠 自然这从己所知内的待遇 也不能太差 不然说出去多丢人啊 既护法 玉灵师乃修行之人 无需饮食 即便是要进步 也都喜清淡 为何你这般喜婚食啊 最近不是怎么得嘴巴淡淡的 偏偏想吃点肉 随他便是 是 仙师 按理来说 我是放在大不敬之嘴 可你将我抓来 既不杀我也不上刑 你到底涂什么 涂个好奇 我就想看看这万花谷里 到底是谁 在玩什么新奇的花样 万花谷在您的治下 无聊了数百年 哪有什么新花样 你呀 天仙地仙 乾坤两极之灵 相吃亦能相融 就意思 林苍蓝的打算 别得看出来了 师父 好生养着他 其他的事情 日后自检分枪 是 承云上仙 多谢你告知我 常义的消息 上仙也是颇有义气之人 早知当初 我就不该算计你 也不知仙基他 没有怪罪过你 当时 是我下手没得清楚 这个你不必担心 仙基有师父护着 只是浇人逃跑 非常生气罢了 那他有怪罪万花谷吗 并未 师父告诉仙基 是你带着浇人一起逃走的 仙基眼下 只是拙人抓你跟浇人罢了 并未谦怒 你说你们这位仙尸 瞒上瞒下的观主 难道真的只是图一个好奇吗 姬胡芳 我劝你 少惹事端 先师不怒自威 寻常人不敢惹他 怕他 只正常 那你怎就不寻常了呢 寻常人是怕惹怒了他 便会落个灰飞烟灭 可我不怕 你不是恶人 师父也不是 你听我的 只要好好配合 师父定不会取你性命的 你不知道这跟谁杀不杀我无关 只是我自己的命数不多 但肉还是要吃的 酒也要喝好的 被关的日子不好过 能体面一点 是一点啊 等着吧 好啊 本宫派人四处搜捕 你竟然在这儿 你才知道啊 看来先师待你 也不像外界传言的那般亲厚吗 你们之间还是藏着很多秘密吗 罪徒 神仙灵狱 竟还如此不知死活 你想做什么 本宫为你准备了一物 作为你我重逢之礼 寒树 你还真是缺心咬的 万花谷的御灵师身上会缺寒树 我当然知道你不缺寒树 但是浅尝辙止 又怎能与深入骨髓相提并论 本宫好想看看 你化为寒冰之情了 脸上或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看来先机是懒得兴师动众 对我施雷法 不过这条命横水也没几日 直接给我个痛快 你想要的痛快 本宫不是不可以赏赐于 告诉本宫 你究竟对先师说了什么 捕惑他留得你一命 原来你想知道这个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自然不能告诉你 我和先师之间的命 当说你静云河善于欲心 本宫还以为是个 石石屋的聪明吗 你想要的痛快 本宫偏不给你 你几次三番武力本宫 我让你痛个几天几夜 难凭本宫心头之恨 现在才给本宫下跪 晚了 怎么了 你怎么又变成了这般模样 你怎么来了 师父 徒儿听闻府中有大动静 与这从即所有关 心中担忧便来了 没想到 这正是我翻天覆地 要寻找的人 徒儿要杀了他 不可 师父 他让我痛失交人 而且他还想要杀了我 这种人留不得 先回去吧 师父 如玲 师父 你要杀便杀 何必让他过来这样折辱我 你死不了 他给我打了这么多汗术 怎么可能死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九尾狐的灵丹 修仙之人灵力严灵脉而行 寒霜一旦发作 便会冻结灵脉 凝止灵力 直至冰封全身 有趣的是 你身体里有两种灵力 而这两种灵力又互不消解 来回冲撞 竟未能把你撕碎 反倒生生替你打出一条新的灵脉 化解了寒霜 而更有趣的是 轻疏的灵力 还在你体内 结出了新的灵丹 林苍蓝将你变成了一个 拥有双脉和灵丹的怪物 原来 这就是他一心要完成的失恋 或许应该恭喜你 摆脱了寒霜的进骨 这世间你是第一人 恭喜 是啊 上天给了我好多惊喜 他给了我一身反顾 却将我困在这牢笼之中 他让我遇见蝉蝉 遇见一个让我不惜 以性命守护之人 却比我将他伤得头骨是血 我本以为可以一死便吧 现在却又告诉我 我死不了 我现在又死不了了 我死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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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是辛苦仙机了 你这一番折腾倒是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还是没能抓住长颖 我告诉你 不管叫人逃到哪里 都逃不过本宫的手掌心 顺德 你真的好天真 你好适合晚上数太阳 白天数月 大胆贱奴 竟敢骂仙机扯闻 我说了吗 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你 顺德 你要是真有把握可以抓住长颖 你来折腾我做什么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越这样契机败坏 就越说明你心绪 我心里就越舒畅 纪月 本宫真的很讨厌看到你笑 今日本宫就要看到你哭 那恐怕真的很难入仙机所愿了 但如果仙师再训斥你一次 说不定我会挤出两滴眼泪 当然 我那是笑出来的 至于你拿来试炼我的这些个东西 我连寒霜都不怕 你这些冰冰冻又能那儿来 你这些冰冻又能那儿来 你这些冰冻又能那儿来 看你下那个样子 看你下那个样子 你可比这冰冻毒多了 他根本就伤不到 他根本就伤不到 但如果我能因此吓死 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oli 记云和 骑靖 不可妄为 让开 称呼你一声师兄 你真把自己当好人物了 师父允我共联制药人 你如此护着他做什么 难不成 你真想做你师兄那般的违逆者 你真想做你师兄那般的违逆者 这回你终于知道痛了 你不想变你 随我山沖海底 天地江湖洒原海 与喜情的尘埃 是谁在为我招牌 愿变亮世将心海 我为你孤生而来 一步一瞬间在 一步一瞬间在 我爱重生自己 这幅身子倒是 比之前扛大了不少 我果然没有想错 你体内的胶珠有奇效 你早就知道我体内有胶珠 我听闻 这四海八荒当中 唯有东海胶人的胶珠 有修复再生之能 就连失去灵丹 也能另其再生 生生不息视为永恒 果然不假 所以你就让顺德对我施以酷刑 想要看看这胶珠的修复之力 果然 师徒二人齐心之黑 一脉相承 交人为你做了这等好事 你应该庆幸 你的存在四海八荒从未有之 书立自然要悉心以待 我让汝林回去了 你可以休养一日 先师 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你们究竟是看惯了残忍 还是习惯了恶毒 难道做这些事情 你们从来都没有动摇 或者感到悲哀吗 我也曾问人这样的言语 但从未得到过回答 难道先师也曾经陷入过 如此困窘绝望之境吗 大尾巴鱼 大尾巴鱼 又是你的胶珠在毕业我 也好顺德日日折磨我 便是因为你还平安 我这当命还真是硬啊 这么折腾都没有死掉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听听吧 如你所想 今日又要辛苦两位先友了 昨日的烙印 我看图案甚美 我提一右胳膊上也烙一个 左右各一凑一双 才算是圆满了 原来是成羽上线 失礼了 我原本以为 先机只是一时一气 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恨你 你别说他还真是横心卓绝 不过他的手下 却已经前率即穷想不出新招 每日都重复老花样 无趣 单调 实在是乏味 我今日来 只是想提醒姬护法 先机派出去抓捕娇人的 先师傅弟子再次普空 以先机的脾气 姬护法怕是不会好受的 他要是想来 我也是欢迎至极 我想念他 想念得极 几乎法是想念娇人吧 我跟他之间已经好好道过别 就算再次见面 也只会是仇人 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 并无其他妄言 那这些小鱼呢 那这些小鱼呢 不过就是练练手 打发时间罢了 希望他能够平安 有点准备 我和你那些小鱼呢 我担心 你忍不住 你能够平安 我和你一家小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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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和你一家小鱼呢 我心里 长衣 东海都不在了 你现在在哪儿 过得还好吗 进去 游河游河 长衣 你是谁啊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难道你又在外面另有情郎了 你是 我是你最爱的阿生啊 阿生 寻寻觅觅千百回 有缘人就在眼前 我记得雷对我情根深重 恋恋不忘 但是你不要因为我 而得罪仙机 我会心痛的 你怎么在这儿 张仙石 吩咐你去找的那些人 可找齐了 齐了齐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济云河训过的 也都是被济云河送进仙师府受罚的 保证个个恨她入谷 都已经丢进去与她作伴了 这回呀 她可有得受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本宫就等着她摇着九条尾巴 来向本宫求饶的那一天 万花谷的祭大护法 竟然也会如此狼狈 对 当日的你 可是傲得很呢 你也在 听说仙机 要找与你有仇的人 我便来了 所以你是来杀我的 我来 只想知道那孩子的情况 憋得没兴趣 她被送回了家乡 在她生母的照料下 敬嬇逹成长 无病无用 那好了 行了 我没别的事了 倒是你 装的惨点 被教训 就要有被教训的样子 所以你们 都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不稀的 郁营 我知道你因为对我好 才被困在这里奋 你放心 我会守护你的 远鹤老爹 你替我照顾了自家床人 那咱就是一家人了 仙姬现在给我一把刀 我也只会找自己 我来 就是想看看 哪个不省眼的敢害你 我帮你搜索他 远鹤要我守护 拦不到你 我们住的牢房阴风阵阵的 不时就会有人 莫名虚弱地倒下 蹊跷得很 我最近也感到身体不适 听说可以换一个地方 就过来了 对 我们 都是被张歇使 抓来凑数的 其实大家心都向着你 那你们就自便吧 我现在也照顾不了你们 大家自己人 别客气 别客气 来 云安 我来陪你 长叶 待我能控制体内灵力 设法逃出去 便来找你 可好 堂堂万化古古法 竟沦落到日日 被那些醉心教训的地步 真是太惨了 谁让他都在先进 快进 原蛋 不要跳跑了 我好在也是个护法 我不要命令人吗 放过我吧 不要再打 我的哥哥 我的头 用命打 打探 往哪儿走 原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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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是日 为何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体内灵力 你真的很懂语心之术啊 为何突然这么说 你看看他们 明明都是被你送进这囚牢 却都反过来帮你 而且帮得尽心尽力 心甘情愿 季云河 当年你对我用的 也是这招吧 阿阴被碧芳蛾火所焚 龟妃烟灭 再无生机 什么解剖转生 都是谎言罢了 我入了先师府不久 便都想明白了 多谢你 按理我应该恨你 怨你 但是 若非你以阿阴转生的故事 化解了我的怨念 只怕我会深陷泥潭 不愿清醒 继续作孽 所以啊 就算是谎言 你的善意 我也心领了 其实并非什么善意的谎言 不过是职责所在罢了 当初骗了你 我很抱歉 你的心情不错 我已经想好了 倘若你 沾沾自傲 觉得自己全然没错 那这次 我便会顺势 从了张仙石的指令 教训你一份 但是现在 放你一门 多谢前辈不杀之 方才 看见你在偷偷修炼 掌中之力 有蛮横之势 但是又无法凝聚成形 火候尚嵌呢 不知前辈是否愿意指点药 你想做什么 逃出去 在这从机所之外 有我放心不下的人 哪怕他已经恨透了我 我还是想要护他周全 他若恨透了你了 你还要拼命护着他 值得呢 只因那是他 什么都值得 好吧 我愿祝你一笔之力 你这引魂针练的 前辈 我这算成功了吗 你这引魂针练的 只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而且还不能掌控自如 对付我都勉强 上仙 承宇 承宇尚仙 许久不见 怎么今日忽然想来看我了 听闻技护法 最近受苦了 承宇能帮上的忙 确实不多 只能给你带来一些 替换的衣物 至少身上干净清爽些 心情也能好一点 多谢上仙 能够在这儿交到 上仙这么一个朋友 云和也算值了 顾祸鸟 方才已经骂过我姐的气 现在睡着了 还请承宇上仙小声一点 不要吵醒他们 几乎法在人人 这个地方 很快就会回归平静 什么意思 先机此番 行事前途 我已经向师父禀报 明日这些罪先 就会被送回各处 别 别 我在这百无聊赖的 先机能够派鸟人过来 给我注注谢 也挺好的 你就别硬撑了 趁着这些日子好好养伤 你好像不打开谢呀 多谢承宇上仙 你又招惹了什么 你又招惹了什么 这先师府弟子 之前不帮忙 这时候来找事 我也是没想到 这千算万算 却落了鸡城鱼 好吧 我就要走了 只是依你这独自修炼的速度 只怕你的青郎 未必等得到你 先师的静止 竟然松动了 这里的静止和结界 是依托先师的力量而生 难道他的力量 为何是消耗了 不管了 先试试出去再说 我终于能控制体内的灵力了 我终于能控制体内的灵力了 fitting in loss 不是 你终于能控制了 有什么仗 啊 不能让他醉心疼了 你们去那边找找 是 你疯了 仙师竟是不得删入 惹闹仙师更没命 是 走 他就像她的鲜巾 我用这然后了 知道在你身上 我用这种不得删入 我给你带着 我来带着 我的天啊 还要带着 放你带着 他就带着 我来带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 仙师和林苍兰一样 也藏了密室 这里怎么会藏着顺德的画像 难道仙师与顺德 不对啊 他们二人随时可见 留着画像做什么 这画像看起来甚为古旧 不像是新作 文字幕组合 nar彩 能挺实卖的 全狱的 季护法 你不该来此 如果我说截戒是自己破的 你信不信 这截戒他忽然自己松动 还有那密室也是自己开的 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 就是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师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跟我生气吧 不至于 不过 那密室里到底藏了些什么呀 还有 这先师府突然的震动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想知道 你应该自问你想不想告诉我 汝林今日去了北渊 他还真是好兴致 又去玩了 去换娇人 你说什么 北渊胡族称擒获了娇人 传信林双台 相约今日以娇人换胡王 常义他怎么样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你的眼光不错 什么意思 娇人联合众人设下埋伏 攻下凌双台还伤了如临 真不愧是他 那先机呢 死了没有 没有 真是可惜 不过 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警惕起来了 北渊只是个开始 看来你对那个娇人倒是挺有信心的 当然 他是这世上少有的赤诚之人 他的赤诚之心 没有人可以打败的 有时候 我觉得你还真有些像他 谁 无论如何 你没事就好 我要见仙尸 有没有人可以听到我说话 我要见仙尸 是 你终于愿意来见我了 何事 放我走 为何 为何 你问一个被囚禁之人为何想要自由 你不觉得好笑吗 你要见我总得说点有用的吧 等等 我要去北渊 为了娇人 是 他还活着 活得比你想象得好 我不管 我要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你没有和我谈判的筹码 我有 你不想我死 但是你无法阻止我寻死 我死或者放我走 选一个 好啊 我吩咐人替你收尸 你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要如此关注我 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 都在我身上试验过了 我这个要人还有什么意义 你这样关注我到底图什么 给你个机会 倘若你赢了 我放你走 你若输了 那我便不讨不闹 任你处置 可 先师一言九点 不许耍赖 真是没想到大家眼中 智慧高深的先师 居然是个臭骑篓子 一会儿输了 可是要说到做到的 这是什么路数 怎么看起来毫无章法 想下哪儿下哪儿 为何要有章法 下棋不依章法 如何知对错 判输赢 天地有法则 万物有规矩 此为章法 可谁说 不寻章法 就不是另外一种章法 对错输赢 仅是结果 而非过程 最终 是由胜利者的章法 来规定的 智是过程 乱也是过程 或许殊途同归 看来先师的下法 似乎是有些倾向乱的 你问我为何关着你 你看这枚棋子 本身平平无奇 但是我将它放到此处 关着你本身并无意义 但是会让其他很多事情 变得有意义 而最终 会将一切 推向我想要的结果 这四海八荒 已经平静了数百年了 这下又有一场热闹 可以看了 你在此间功不可没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为这天下伴丧 你说了 徒劳 看来先师还是不了解我 我秦云河生来好胜不服管 就喜欢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喜欢你这句话 好好活着吧 或许有一日 你能看懂我的招式吗 为天下伴散 凌双台之事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但姐姐为何要同时出兵四方 大东干戈 有损太平之事 恕辱军 无法答应姐姐 若非那些下界小仙 忤逆本宫 伤害本宫 本宫又怎会如此 天君 请恕小仙多言 娇人伙同一众北渊之徒 霸占了凌双台 若天庭听之任之 不将四方离心者一一阻击 只怕他们去了北渊 势力会越发壮大 日后足以与天庭抗衡啊 放肆 他们是与天庭离心吗 北渊仲仙的家本就在那儿 令双台镇守北渊 威得本事维护北渊仲仙之安危 而你 且道行逆施 凌虐无辜先中 害他们琉璃失所惹得怨生四起 来人 将竹林给我带下去 守边刑三百 是 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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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 你想要罚他 本宫也隐了 但姐姐想要的 你可答应 姐姐 这是两件事 又怎可恨而易谈 姐姐想要的 乳军不能答应 你若不能碎了本宫的愿 本宫要你这个弟弟有何用 姐姐不需要乳军的药片罢了 乳军过些日子再来探望 希望到时 姐姐已经想通 来人 师父为何还不赖剑本宫 是不是又去找 纪云和那个贱人了 请先机息怒 你这个贱人 真是该死 谢谢仙境给我带来好消息 不过你这鞭子都捂了这么久 都救了 该换 不过你 本宫念旧 对这鞭子亦然 但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本宫这般念旧的 你可知你那好情郎在北渊如何呀 我知道 他让仙姬受了点苦头 如此甚好 我心甚畏 本宫这回确实没能伤着他 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有清玄那老家伙护着 你那好情郎 现在可是人家的成龙快婿呢 常义自然有他的魅力 不然也不会让仙姬 到现在都对他念念不忘 执意至尽 金云和 你又何必如此假作洒脱 你是没有见过清玄的女儿 真是模样俊俏 妖枝曼妙 风情万种 娇人一生只认一人 但如果常义她是个意外 也挺好的 你这假惺惺的嘴脸真是让人恶心 难怪那娇人会一经别恋了 既然你如此通透 本宫就把你的脑袋搁下来 作为他们的新婚之礼可好 汝灵 汝灵 我说过了 不可杀她 好 我可以不杀她 可是师父 委冤作乱者 占据凌双台 还对汝灵目无敬畏 汝灵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先师府的弟子随你调遣 师父 如果汝林还想要师父的雷霆力咒 制强金服 你想要多少 为师都给你 我就知道师父最懂我 你笑什么 我笑你天真 以为光凭这些就能击败北渊 纪云河 你休要猖狂 待本宫平定北渊 定要让所有违逆本宫之人亲眼看看 你是如何受尽折磨 向本宫磕头求饶的 那好 那我就赌你 杀不尽这天下逆临者 好啊 那本宫就陪你赌一把 就赌你的金血骨肉 你要是输了 本宫一日削你一寸肉 将你削为人质 既然要下赌注 先机便要拿出同等的成因 若是你说了 也是如此 你等着 忘记吧 我是不会让你伤到她的 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敢在仙师府对汝灵洞上 你当真以为我不会杀你吗 就算我不杀她 天人武帅之计 时间也会杀了她 难道连天命你也能压得住 没有人可以杀了她 你不行 时间不行 天命也不行 你就这么爱她 她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爱的 她的脸 真是没想到 堂堂一个仙师 竟是如此的父亲 真是失禁了 这么说来 你画室里的那幅画像不是她 那她是谁 是你的爱人 她为什么没在你身边 难道这天下之乱 都是因为她 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只需要知道 以后不得再动如铃 在这世上 关于她的一切蛛丝马界 我都不会再失去 没有任何人 可以将她从我身边再带走 哪怕是一张相似的脸也不行 不行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或许我该提醒你 别以为炼成了隐魂针 能够控制身体的灵力 就万事大吉了 强行炼出双脉 本身就有违天地法则 这法则很简单 你得到多少 便会失去多少 虽然公平 但往往很残忍 那人拿着天军的令牌 我都以为 愚蠢 汝君一向乖顺 又高居天庭 怎么可能认识那些借下囚 更别说放走他们 你们这些真假不分的废物 属下知罪 贤 贤金 属下想起来了 铭云我们的 好像是灵粉 灵粉 难道是南海百换殿 季云河的仙士正是之蝴蝶 又是他 这次师父不在 谁也别想救他 陆台山都乱成这样了 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把那些 逃走的人抓回来 是 看来他们成功了 这下该到我了 都这个时候了 仙剑还惦记着我 我面子还真大人 如今这乱局皆因你而起 不杀了你 不足泄愤 如今这乱局究竟是为何而起 你还不明白吗 本宫只需要知道 你这条贱命是如何死的 就够了 这就是你得不到人心的原因 敬人者得人敬 爱人者得人爱 若你学不会爱人 又怎能得到别人的爱 本宫何须听你说教 无论什么生法 没有任何人 天生就该被你踩在脚下 给本宫杀了他 还有余事也请你答应 不要伤害我姐姐 我曾答应过一个人 只要你就此收手 我便留你一条残命 看来你还是不知悔改 还记得我们之前打的赌猛 如果你停不了北渊 那我就将你消为人质 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你的私心 还有罪恶而起 那就由你来结束 这里 我会 Panu 我刚才都知道 我 process 我陪你 还 объяс 我 啊 我会的 我的脸 我的脸 秦云和 我杀了你 大尾巴鱼 好久不见了 秦云和 你可真够狼狈 可不是吗 狼狈至极 叫人 来人 来人 叫人擅闯仙师父 将这两个军徒打下 来人啊 贱奴 放开本宫 贱奴 对不住 我做不懂 放开本宫 贱奴 我说过 秦云和的命 只有我一人能动 你不能杀本宫 本宫是奸机 是众生之主 众生之主 四方乱举 血泪滔天 这就是你的作为 滔天巨浪里 我救你一命 如今 我要把救下的这条命 还回去 来人 走 娇人 是你 娇人 娇人 就是从北苑一路 打到陆台山的娇人 成羽上险 之子所在 对不起了 是师兄徒你带来的 他人呢 空明让我给你一句话 他希望你在鱼中之鱼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走 走 不必追了 就仙剑要紧 快去 是 滚首 那就不必要 这些人 休息 你永远 你怎么又不在书 你也不在书 快去 行 不需要 请华 我试独 你能在书身上 终于是 你不能书身上 走 沙宿 谷主 属下查探的 从地所是火 顺德仙机 出事了 去仙师府 不惜一切代价 营救顺德仙机 是 血统领 云河不是说 让我们在这儿等他的吗 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愧是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 不必了 长翼已经将他带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逃离仙师府 从此便是海阔天空 这样 他们肯定是往住地区了 我们去找他吧 长翼究竟想干什么 眼看我们就要攻上仙师府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停下来 禀王胜 仙师府大火 有人看见长翼世子 从仙师府内 带走了一名玉灵士 仙师府内 与他有关的玉灵士 难道是之前伤害过他的那个纪云河 还探到什么 仙师府内被困的仙友 都已平安投出 现在争取往北渊 父王 先有脱困是好事 只不过 仙师这次被青羽蓝鸟引开 未见得会有下次 趁他未归 我们一鼓作气 攻入仙师府 拿下顺德仙机 是 未经许 固主 承宇上线 万花谷收到消息 特来相助 多谢灵固主 有劳灵固主 现在先即离开吧 好 留下来协助上线 想不到你还记得这儿 你是来救我的吗 不是 我是来复仇的 长颜 其实我 你体内为什么会有灵丹 险师为什么要关着你 灵苍蓝和险师拿我当失灵 我现在 是个怪物了 果然 为力越大 凡事也就越大 我怕是名不求议了 长颜 你来复仇 是不是对我那日刺你心头那一剑怀恨在心 既然如此 我命不就已 你应该高兴才是 为何还要生气 为何还要用教主救我 秦云和 以前你的命是万花谷的 今日之前 你的命是先师父的 但从今往后 你的命是我的 我让你死 你才能死 你霸道了不少 也好 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但我还是要纠正你 我的命 永远是我自己的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即便是你 也不能说那样的话 随便你怎么想 但我不会给你选择的权利 昌夜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丑 很可怕 不计人心可怖啊 昌夜 我对你别无他久 只是如果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便退兵吧 别中了现实的计 你现在 没有资格管这些 你 跟我回北渊 我还有未完成之事 暂时 静音和 你似乎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你根本没有选择了余地 我跟你说了 我命由我 如何选择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也说过 你的命是我的 啊 啊 离经千难万险 常义将云河带离苦海 来到他梦想中的北渊之地 但这并不是自由的开始 这一次 没有了林苍蓝的势力 也没有了顺德的折磨 常义要以自己的方式 想当年的谎言和欺骗 要一个交代 好 好